官方地区农会对于地方的关照无为不至 今年也响应农会的零饥饿政策 特别以在地鲜食蔬果肉品制作爱心餐 免费提供地方弱势民众领取 让弱势民众感谢万分 农会总干事张明发表示 希望弱势民众能够零饥饿健康生活 上周开始进行零饥饿照顾弱势措施的官方地区农会 今天上午11点整 总干事张明发亲自浆香喷喷 热腾腾的爱心餐盒 足以发送给前来领取的弱势民众 现场热闹温馨 11点就可以来 12点就可以了 好啊 1点都要买完 在每周个礼拜四 早上11点到12点 这个爱心关怀的便当的领取 这个部分 然后我们连续30周 上个月食农教育法真实通过 农委会带头推动社会零饥饿 照顾弱势措施 等等公益活动等等 我想这是我们农会企业上的一种关怀 这是一种责任 也感谢我们乡亲对农会的支持 除了农产业的辅导 光丰地区农会常年也致力于关怀照顾社会弱势 是社会公益工作为农会之责 今年结合农委会扩大服务 响应习食以及公司协力 来协助国人都能获得安全 营养和充足的食物 记者是预兰光复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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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